要建议勇为不能建议不为 可以一搏云天不能一起用事 可以勇而为之不能有勇无谋 可以有所为之不能为之不法 那样的话 你的建议勇为才是恰恰实实的做到了 最真之处 说到建议勇为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十几年前的彭宇案 他好心服倒地的老人却反被讹诈 就连法官都说不是你壮的为啥去服 此案在当时轰动全国 纷纷对建议勇为做好事这个概念重新定义 甚至有网友调侃称家里没矿 千万别付老太太 但就算是这样 依然挡不住那些正义感爆棚的人 然而 涂老师所劝的这位姑娘就是如此 但是遇到需要维持正义的事情 我们就要站出来 就是说你这个人身上的正义感很强 姑娘名叫小李 21岁是一位大学生 在她的字典里没有什么比正义更重要 因此 小李每当遇到不公或者是路见不平 她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上前阻止 同学们也称她为女超人 可她的男友却为此犯了仇 原因是每次女友打抱不平都会惹上麻烦 甚至还影响到了自身安全 所以男友小哲责怪她多管闲事 就在不久前的一次体育课上 班级里的女生全都来到操场打排球 但不知何时炸了外面出现个男人 她裸露着下身站在那直勾勾地瞅着这群打排球的女生 时不时地还做出一些不雅的动作 很显然这就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暴露狂 与此同时看到这一幕的女生纷纷离场 有的大喊大叫 有的扭头就跑 但唯独小李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上去就冲到那个暴露狂面前 指着鼻子大骂 给暴露狂最后就吓跑了 附军后来到我面前就说 你的女朋友真厉害呀 简直一超人呢 简直一目不灰鹰啊 从这以后 小李在全校人人皆知 还给他封了一个女超人的称号 但男友却指责他的鲁莽行为 贸然跟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暴露狂 一般见识 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 另外这种情况 也没必要用一个女生冲上去 随便找个男生或者是老师 解决这件事才是稳妥的做法 可小李却不这么认为 我哪不安全呀 我非常安全 学校就是我们的家庭 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我在家里面有什么不安全的 反而我遇到了强盗 遇到了土匪 我就应该把他们赶跑 学校里不然安全 但你不敢保证不出校门 那个暴露狂 一旦记住你的脸 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 所以小李的鲁莽行为 我们不提倡 更应该像男友说的那样 找老师或者是男同学 来解决这种事情 当然 作为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人 不会去在意这些 也为正义对他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小李不仅仅行为鲁莽 还经常打抱不平 教育别人家的孩子 比如有一次我们去坐地铁 当时就有几个孩子 也就五六岁那么大 非常可爱 在那个玩耍嬉闹 他在旁边就说 假如以后我有个孩子 我肯定先教他入客排队 当时呢 这几个孩子的妈妈 听到了很不乐意 就把孩子领到后面了 时不时在纸仓骂怀 说些风凉话 一路上都非常尴尬 教育孩子有礼貌固然重要 但教育别人家的孩子 确实是有点多管闲事了 其实我本人也经历过 类似这样的事 总是在安静的场合 听到孩子的吵闹 而家长却不以为然放任不管 这确实是教育有问题 可即便是这样 也没有人会上前阻止 毕竟不是自己家的孩子 说多了 有可能和家长发生冲突 倒不如忍一忍就算了 但也不敢保证不出现意外 而小李就是那个意外 小李的每一句话 都透露着正义和公平 只要违背了这一点 不管是谁 他都会上前置之 教育孩子这件事刚发生不久 之后又教育了一对大学情侣 这件事发生在公交车上 当时有一对情侣大学生 当着众人面轻轻握握 所有人都看到他们俩的不齿行为 有的人拿手机记录 这一刻发到朋友圈 有的人在那议论纷纷 还有些家长直接捂住孩子的眼睛 就连一旁的大娘 都羞耻地躲到一遍 但就是没有一个人上前置之 就在此时忍无可忍的小李说话了 请您注意一点吧 旁边还有个大娘呢 不是还有孩子呢 这样影响挺不好的 劝你去人不听你就忍忍过去就得了呗 他一直跟人争吵 当时因为这事我还为了挨了党 想你伤给大家了 我让你去劝了 我让你去动手了吗 动手了就是你不对 本来我们很有道理的 游离走遍天下这句话没有错 但只适用于那些讲道理的人 至于那些不讲理的人 你说的再多都没有用 所以这次的打抱不平 不仅男友挨了一顿打 公交车上的人也都若无其事地开笑话 没有一个上前拉架 也没有一个人为正义挺身而出 可即便是这样也挡不住小李的建议勇为 而这次的建议勇为发生在大街上 有一回逛街看一小偷 然后我看见的拉人一姑娘的包 然后我就喊抓小偷 有人拉包了 结果了他愣是没管 当时非常危险 小偷离他就不到一名远 手里还有个刀 那当时不就过来给你也划一刀吗 明知对方有凶器 还敢大声喊抓小偷 如果这个小偷情急之下 做出伤人的事 那后果不堪设想 但正义感爆棚的小李 不顾自身安全 把近在咫尺的小偷 直接给吓跑了 不仅保住了那位女士的钱财 还被那位女士夸赞 小李是个健毅勇为的好姑娘 可男友却非常后怕 责怪小李的鲁莽行为 就因为这件事 两人还吵了起来 不过当警察感到时 说的一句话让小李呆住了 关键警察都说 健毅勇为一定要量力而行 没错 健毅勇为要量力而行 当时小李和小偷近在咫尺 并且小偷手里还持有凶器 面对这种情况 警察是不建议直接喊抓小偷的 因为当时很可能 也为你的大喊 把小偷激怒 做出一些过激行为 或者是伤了行人 也可能对你造成伤害 无论是哪一种 都属于把后果放大 所以说 遇到这种情况 最好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首先报警 如果你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抓住小偷 就不要乱喊 一旦激怒小偷 做出过激行为 或者是伤了他人 那么激怒小偷的那个人 也是需要负有一定责任的 要说到责任 小李还真因为打抱不平 这样的事当过责 这件事就发生在校园内 他有一个朋友意外怀孕了 男朋友呢 就给扔了一千块钱 说把孩子打掉 他的朋友呢 就跟他说了 他当时听完之后 想都没想 冲到那个男人寝室 摆门踹开就破口大骂 闹得满城风雨 正是因为替朋友打抱不平 把这件事闹大了 全校的人都知道 这个女生打过胎 对个人影响极其严重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小李的打抱不平 可小李到现在 还是没有转过来这个弯 满脑子都是正义感 就觉得这一个男人太不负责任了 难道我去找他理论下不对吗 你说这事让你最后 找那人尽皆知 是 我觉得这事 是我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我要教会一个男人 怎么去负责任 但遗憾的是 小李不仅没有教会 这个男人负责任 反倒因此和朋友闹掰 最后两人从好朋友 变成了陌生人 后来你批评教育过之后 他们好了吗 结果我告诉你吧主持人 他朋友跟他闹掰了 由此可见 女生是一个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人 男生则是自扫门前血 莫管他人瓦上霜 两位如此之大的差距 让老师们议论纷纷 有说女生做好事没有错 这种单纯善良 正义感爆棚的女孩 极为少见 这个社会就缺少这样的人 十个人里面至少有八个人 会选择跟你一样的态度 懦弱的大多数并不因为我们天性懦弱 而是我们想的太多 顾忌太多 或者是我们身边没有像这样 勇敢的敢站出来的这样一个 不管男还是女 都是一个侠客一样的 所以我说他像金子一样 值得我们非常热烈的掌声 为他骄傲 这个社会确实缺少这样的人 就拿抓小偷这件事来说 多数人见到都会视而不见 反正又不是自己的钱财 何必要找那麻烦 但也有少数人会上前制止 就像这位女生一样 对罪恶行为无所畏惧 敢于第一个站出来 这就是多数人缺少的那种勇气和正义 此刻图老师也同意这个观点 在建议不为和建议勇为面前 我们当然要选择建议勇为 但这个建议勇为到底怎么为 就有点难说了 因为这里面夹杂着许多问题 首先就是法律层面 你得略知一二 再就是自身安全 你得保证 所以这个建议勇为 也可以说成是建议制为 而不是建议乱为 在建议勇为和建议不为面前 我们一定要建议勇为 要建议勇为不能建议不为 可以一波云天不能一起用事 可以勇而为之不能有勇无谋 可以有所为之不能为之 那样的话 你的建议勇为才是 恰恰实实地做到了最真挚 在我们称赞建议勇为的同时 也要警惕一些问题 而这个问题 正是我们所说的谨慎形式 否则吃亏的是自己 成全的是那些坏人 同时这个女生也有另一个缺点 就是用自己的标准 来衡量这个世界 但当你衡量过后 你会发现 你完全融入不到其中 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当然 这些只是针对建议勇为和做好事这个话题来谈论 至于两人的感情 老师们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男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友的安全着想 而女友则是在做好事的基础上 多一些思考就可以了 最后两人不出所料 选择在一起 在这里也没什么多说的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打抱不平建议勇为 这个话题屏幕前的你怎么看 你觉得图老师说的对 还是马丁老师说的在理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